老公 和你老婆离婚 我爸就给你升总监 好啊 男人为了事业 真的会抛弃弃子吗 不过我有三个条件 尤其是第三个 你要是能满足 我无条件服从 只要你敢提 我都能满足 第一 我胃不好 吃不了外卖 需要有一个做饭 需要为你做的爱心午餐 先放这儿吧 第二 我这人邋遢 找什么呢 那把我办公室整理好了 那个手动的吗 我给扔了 你每天收拾了一堂糟 也就算了 你要乱扔我东西 哎呀你别急 不是还有这个吗 这什么 有色迷你剃须刀呀 这合金镜面机身 拿在手上有质感 放在办公室也好看 可比你那个旧的剃须刀 高级多了 这哪弄的 当然是特意给你准备的 第三 我妈体检 需要帮忙 提检完没什么胃口 你要是能搞定他老人家 要不您先吃点 你吃吧 妈 我给你煲了汤 静静你来了 这是嫂子吧 其实你不用过来的 该怎么照顾阿姨 白哥都嘱咐过我了 而且 你这汤也太刮淡了 妈 小心烫 别费功夫了 白哥说 只要我满足三个条件 他就会和你离婚 好啊 我没意见 他要是赶离 我就打断他的腿 我就喜欢喝清淡的 反而不喜欢重口味的 有的人就像酸菜鱼一样 又酸又菜又多鱼 阿姨 白哥可是在我家公司上吧 您就算不为自己着想 也得为您儿子的事业考虑吧 不用考虑了 我已经辞职了 这个月我为你做了那么多 鸡毛蒜皮的麻烦事 你竟然出耳反耳 你为我做什么了 是帮我点了外卖 还是拿我老婆买的T恤刀 计划先回 你最近怎么不带饭了 行 我还是跟你说清楚 所以我们公司老拱的规律 不是怎么了 总是缠着我 我怕再带下去 不是长久之际 那天 我去咖啡厅给你送T恤刀 我都看到了 T恤刀 你那个旧的都生锈了一块 这个刀头呀 可是进口不锈钢材质的 加上这个弧面刀网 刮得很干净 也不会伤到皮肤 而且全机身都防水 用完呀 拿水一冲就行了 平时你就把它放到包里吧 随时都用得着 至于你和那女的的问题 我相信你 放心 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有数 你耍我 论家世 学历 年龄 我哪点比不上他 你说的这些 或许是别人结婚的标准 可我的标准只有一个 我媳妇这个人 就是我的唯一标准 你口普通说那些麻烦的事 确实结婚十年 静静每天都在做的事 这辈子有人愿意 每天陪你做鸡毛三皮的事 不容易 所以我不仅要知足 还要珍惜 怎么不担持机会 能少分高好多年呢 反正我现在失业了 你得靠你养我了 你找工作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